台灣首次展示自行研製的搖渠空投導彈 台灣空軍在台南基地春節演練 無以戰時緊急編隊升降 地勤人員將全名稱為 萬劍機場聯合搖攻武器的導彈掛載在戰機機翼的兩側 台方說這款自行研製的萬劍彈 可以針對海陸進行散彈攻擊 屬於大區域制壓武器 無透露會不會掛載上戰機? 台灣傳媒報導 萬劍彈射程超過200公里 可以從海峽中線附近投射 攻擊福建、廣東等地的機場